为爱反目成仇 花莲有两名男子不但是朋友 还租同栋的分租套房成了对门邻居 没想到其中一名男子 发现对方跟自己的女友过从甚密 一怒之下撕破脸 持刀割伤了朋友的左耳 开的开的开的 远景大动作来到分租套房门外 吃辣椒水准备要逮人 男子自知难逃罚网乖乖被逮捕 因为在几个小时前 他上门殴打友人更持刀攻击对方 被害男子左耳遭割伤 伤口还缠上厚厚纱布 会刀光剑影又是因为感情纠纷 花莲一名王兴男子 与同栋同楼层的对门邻居为朋友关系 不料他却发现对方与女友发生关系 惊觉自己遭到劈腿心声不满 在上周三晚上八点左右 登门殴打对方更持水果刀攻击朋友左耳 王兰前往城南的住处殴打城南 那过程中城南的身体有多处的挫伤 那并遭王兰所持的水果刀割伤了左耳 那警方获报之后 立即前往王兰的住处来弃捕王兰 警方一查发现王姓男子 还是地院发布的妨害公务通气犯 现在为爱反目成仇持刀攻击友人最佳一等 连同通气罪嫌被一并移送罚办 记得成今夜华联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